来了没有 我们都到了 今晚可要不睡不归啊 行 开了一下趴下 等我啊 我晚上跟闺蜜有个聚会 你去吗 不去 你看你 我都让你去了 你又不去 真想让我去的话 会等到我快四晚再问吧 去吧 玩得开心 晚上 我可能会回来的比较晚 我给你留门 不放手 不是 我发现我们的婚姻出了问题 你是不是不爱我 重要吗 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 怎么穿这么着啊 来 戴件外套吧 去拿我送你 我说你自己没事吗 管那么紧干嘛 我是不是去个厕所调定会往 这根本不是一个概念好吗 我只是觉得这么晚了 你出去我不放心 再说了 我们是两孔子 两个人在一起 他是需要弹性空间的 你管那么紧干什么 跟口皮包要似的 虽然我爱你的样子 你不想要 那我只有变成你想要的样子 你外面是不是有人了 怎么会 你想多了 有的话我会直接告诉你 以前我做什么 你都会很紧张我的 现在我在你面前 更像是一个透明人 就连我跟谁聊天 你都不管不忘了 每次不是你的姐妹 就是你的闺蜜 没什么担心的 就谁啊大半夜跟你拍星星 你没事都还没人手机干什么 这是我一个闺蜜 闺蜜啊 哪个闺蜜会骑我叫大帅逼啊 这朋友圈一看就是酒吧高端玩家 你跟他聊什么 你能不能推动一下别人隐私啊 谁还没个正常交集了 你以为都会隐私的 是你自己对我没有信任 怪我吗 信任 早已被你无数次的谎言 磨灭到消失殆尽了 我是哪种更了解男人 我恨负责任的告诉你 晚上的范围就是笔白连拖 有一心的聚会就是在相互试探 没有哪个男人能扛得住心里女人的诱惑 包括我在那 那还是因为你不够爱我 你还要多爱 我爱到你都可以不用骗我 我自己就可以骗自己 我觉得我不管怎么努力 我的爱在你面前显得尤为的多余 你别这样行吗 现在这样就不是我想要的 那你到底想要什么 这一刻我突然醒了 是我一步步把爱我的她推开的 我承认我有时候是喜欢吧 就算有难的我也觉得没啥 我只是希望我自己可以活得自由一些 所有的开始都是从没有防备开始 你的回应就是无形中在给别人的机会 都是成年人 你不是要自由吗 我给你 从这个开始 我从就是意外 是除外 不是例外 我受伤害也期待你给的爱